创科局预计香港邮政两个星期内 可以将200万份可重用口罩挂号邮包 派给全港市民 究竟是否真的做到呢 工会预计工作量大增 一定要加班 香港邮政就说 会增聘80个退休人员作后勤支援 一卫二报道 邮差叔叔送信纯束 接下来还要迅速送出口罩 预计每一天都可以派到十几万 创科局以这个数量推算 说一星期可以将一百万份口罩 以挂号方式派到市民手上 预计两星期派给全港市民 我们粗略介一计 每一个邮差每一段大大 大约有八九十份 连上他本身那些都过八的 在于一个派递的邮差同事来说 相当吃力的 他那个派递不是说个个 都是在大堂那里入到训商那里 是要逐家逐户跑上去 上碗派递 那时间又要久了 他说每个邮差 现在平均每天要派过千封平邮 计算挂号邮包时间突突嵌 处方标准是两分钟派一封挂号信 但实际上未必做到 最希望一上到去就会有人在家 就有人收了他又不用背后 如果背后不但只他还要派一张卡给他 叫他去邮局档塔拿 卓顺预计口罩邮包数量多 一栋楼可能要分两三转派 邮包会直接由邮局送到来这些紫色的邮箱 方便邮差在那里拿完再分批送件 不用他们拿着那么重 香港邮政说已经做好物流规划部署 会按政府每天的发货量安排上满派递 除了动员超过2000名邮差之外 亦都计划征聘大约80个退休人员 处理后勤支援工作 有线电视记者邮慧宜报道